时光清浅,为书能言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沐子思,欢迎您的关注 今天我想为您分享的文章是 一个人身上穿的衣服 往往决定了会有以下几种命运 别不信 文章来自知和大叔 让我们一起来听 记得作家池莉在《绿水长流》中写道 每个人在每个阶段都会有一个形容人或事的词 在作为中年人的这个阶段 对一个人的好感 我觉得特别欣赏一个词就是舒服 不管与谁交往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 就是对方的衣着打扮 其次才会观察对方的容貌 举止与谈吐 从而在点滴细节中 判断彼此是否有共同点 以及是否能够谈得来 可以说 一个人的穿着 往往可以直接展现出 自我内心最真实的样子 延伸来说 自己穿什么样的衣服 也就会有什么样的态度与行动 注定了会有不同的命运 我们甚至可以将自己穿衣服的细节 理解为内心最真实的一种外在表现 而不同的穿着打扮 也决定了每个人会拥有不一样的人生归宿 准确来说 一个人身上穿的衣服 往往决定了会有以下几种命运 别不信 有这样一句话 从来没有所谓正确的第一印象 或者正确的交际方式 好的第一印象来自于 你表现了真实的自我 现实中 有些人对自己从来没有任何要求 根本不会在意自身的装扮 习惯了以拉里拉他的方式试人 越是如此 越注定他难以过的体面 我记得在工作中 见过这种类型的人 记得有一次 我和领导一起去见一个合作的客户 但是印象并不好 对方来了两个人 其中一个自称是他们大领导的人 穿着浮夸拉里拉他 感觉对方的衣服好长时间没有换过 甚至还散发着一股难闻的味道 简单聊完之后 回去的路上 领导直言 了当地说道 这个人印象不好 既然知道去见别人 而且就是合作伙伴 没有一点重视的感觉 是啊 自己初次给人的印象 往往会通过自己的穿着 如此 那里拉他肯定会给人留下很坏的印象 让人产生排斥感 甚至有些人还会通过细节来观察一个人 认为自己的穿着是最显眼的地方 既然如此不重视 其他方面也未必能够做得多么好 可以不用穿上大排衣服 但最起码要干净得体 这是对自己最好的展示 也是与人交往最起码的尊重 如果总是拉里拉他 也很难收获高品质的人脉 也难以拥有别人的真心相待 也就失去了人生路上的机遇 二 自身的穿着风格 决定了会遇到什么样的人 先进学家戈尔曼说 你让别人舒服的程度 大多决定着你能抵达的高度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你是什么样的性格 注定就会遇到什么样的人 而我们的穿着风格 恰恰也是自身性格外延的一部分 可以简单从一个人穿着的风格 就能看出对方的喜好 例如初次云见面 喜好与运动装饰人的朋友 往往自身除了喜好运动之外 也是不喜欢被约束的人 与他们聊天 可以从运动兴趣爱好入手 如果对方穿着非常正式 哪怕身上的一个扣子都会系上 那么这样的人 做事肯定非常严谨 可以从行业市场聊起 就不会显得格格不入 同时 一个人穿着风格 会让第一次遇到的人 感到内心舒服 一下子会拉近彼此的距离 变得无话不谈 这是因为 两个人对于穿着打扮 有着同样的喜好 可以通过彼此喜好的穿着 聊到更多共识的话题 相反 如果一个人穿着过于另类 哪怕满腹才华 第一次被人看到之后 就会静而远之 根本不要说再有以后的沟通 所以不管什么时候 穿着大方得体 从容优雅 会给别人一个最好的印象 仅后相处 也更容易事半功倍 让自己获得更大的成功 准确来说 每一个对自己有严格要求的人 也会对自身的穿着很在意 在与人交往时 会重视带给别人的好印象 以及给予自己和别人最大的尊重感 另外一个人越是积极向上 越会通过得体 舒适的打扮 来凸显自己独有的精气神 让人眼前一亮 不管到了什么年纪 或者是遭遇什么样的人生境遇 他每一次对外的形象 都是干干净净 得体大方 从侧面也能凸显了心态乐观 认真对待自己的表现 生活精致的人 往往都会穿着体面 衣服也是干净整洁 与人见面 就会传递出干脸得体的信号 赢得别人的好感 可以说 是否穿大牌衣服 或者新旧衣服都无所谓 只要能够衬托出自己的气场 展现出自己最好的风貌 就能活出自己最好的风采 人生路上 纵然有太多的磕磕绊绊 但是活得体面的人 不管什么时候 在穿着上都能干干净净 保持着良好的精神气质 成为一道最靓丽的风景线 与人交往 能够给人第一印象 往往是自称的穿着 当自己能够穿着得体大方时 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 也是自我风采的最好展示 当自己能够通过衣着 展现自己的风采时 无形之中也增强了自信 让自己变得光彩照人 一个人穿着整洁大方 会给别人留下良好的印象 便与彼此下一次继续沟通 这就给自己增加了成功的概率 其实呀 不管什么时候 都不要在穿着上稀里糊涂 可以不用精雕细着 但是 一定要干净 整洁 大方 给自己增强信心的同时 以让自己能够 以更好的状态 活好当下的每一天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文章 就为您分享到这里 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感谢您的耐心聆听